天刚破晓,睡了一个舒服觉的乔景文,从沈渊温暖的怀抱中慢慢地钻出来,可脸上的温度一直没有退下去,心里在深深地唾弃自己,乔景文,你个似丫头。 懊恼地到了孩子们床边,重新压好被子,去厨房做早饭,还有昨天清理出的野物。 早饭依稀可以到照镜子的稀饭,不过,好在昨天杨大嫂送来的咸菜雪里红,准备的时候,还悄悄地捏了一点,放进嘴巴里。 嗯,这个味道好极了。 吃着童年的味道,乔景文觉得今天一天心情都好了很多,手上的速度一点都没有懈怠。 真冷啊。 这双前冷,雪后寒,在造房里忙过的乔景文,感觉四面八方涌进的冷空气,就是一阵气节。 这沈家,包括周围很多户人家,都是这么穷苦。 风雪大了,说不定啊,一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都会被压垮。 我要赚钱,赚很多钱,然后盖大房子,做少奶奶。 搭好木板,乔景文一遍一遍给自己喂心灵鸡汤,这才梳理好自己快要爆炸的心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